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湖纯菜味 近从中来杭州酒家名师主厨 真正的杭菜眼 因为进入武当小时里面 他不是有焦花鸡吗 那么我就给他做一个 按照他和武当小时里面描绘的 真正的地地道的 非常传统做饭的焦花鸡 他吃了以后他就说 这个就是我免现的焦花鸡 在繁华喧嚣的香港湾仔街头 一块由金庸清体的门面格外惹眼 作为目前香港唯一一家 获得米其林新级肯定的外省餐厅 近些年杭州酒家在湘江饮食界 可谓是声名雀奇 来港创业28年 老家杭州的吴瑞康 于2005年盘下自己 时任总厨的饭馆南北会 更名为杭州酒家 随出身四代为厨的袍丁世家 吴瑞康自己却是半路出家 创业前从未受过任何专业的烹饪训练 我体会最深的话呢 因为刚刚开始 我也不是专政的厨师 我从头开始 小厨房里面的人啊 都要跟他们低头哈腰的 小王师傅 小臣师傅 因为我们广东话都不太会说 人家都会欺负你的嘛 但是就是说 这个面子上面啊 都要挺过来 我苦是不怕的 你像一年要存几个钱 也存不下来的 都也是月月光的啊 那么 所以我们那时候 两夫妻都是很省的 把这个钱借起来 我呢 曾经一天打三分工 但是 不管怎么样呢 总会 总是给我扛过来 如今 杭州酒家的座上宾 不乏政商名流 于文人默客 大文豪金庸首次光顾 就爱上了招牌东坡肉 吉席辉豪相赠 作家泥矿 钟爱红烧鱼头 歌手谭永林 逢来必点 怪味名吃 蒸霜臭 美食家菜兰的最爱 则是猪油拌面 在吴瑞康看来 杭菜自成一体 讲究的是 食材新鲜 原汁原味 餐饮 你要在香港 历史的话 是比较困难的 要做到 真正做的杭州 其实不容易 一个人给原料问题 要从杭州过来 那么杭邦菜的 最主要特点 就是油肉不利 原醉原味 现在传统的杭州菜 在杭州都已经改了很多了 我们还要把 传统做过的杭州菜 就保存下来了 虽生意越做越大 但吴瑞康却仍火耕不错 一日也不肯放下炒勺 只因漂泊在外的油脂 对家乡味的那一份思念 执着与热爱 我们的馅饭是 郑州的大杂蟹馅饭 然后里面还有马蹄 还有那个肥猪油 再加上姜末 稍稍够一堆芡 然后把这个煮好的馅饭 放到这个馅饭里面以后 蒸十分钟左右 打开以后 馅饭又做 然后再到杭州的处 就是这处 这道菜确实是非常美味的 我们周三的鱼卤做的虾油鸡 这个是我小时候 过年时候才能吃到的 因为它做好以后 要放到一个小缸里面 蒙在那里 放上两三天 再给它烧一烧 蒸锅里面 这个菜是不断地 来人的话 就有这个菜找的 这个是我记忆非常深的 所以我来香港 也把这道菜推出来 过去两年间 香港的社会动荡 与疫情反复 令吴瑞康的酒家 备受冲击 凭借着浙商 余生俱来的韧劲 吴瑞康再次带领小店 挺过难关 那个时候就是中午只有两个人吃饭 晚上不能做生意 做的外卖 网上平台 他们都两公里之内 他们才送 超过两公里 他们不送了 那么我呢 从送酒笼 送烧鸡湾 包括小溪湾 这很远的地方 反正能够赚到钱的 我都送 都有泡沫箱 一个一个给他们送过去 那么最困难的时候 我也觉得是非常辛苦 不能亏员工 最最困难之后呢 你上班也好 不上班也好 就是我给你 一个月三分之二的工资给他 就这样的 大家都齐心协力的 度过来了 在全球美食汇聚的香港 这家散发着 独特江南魅力的餐厅 因着一份 对家乡味的钟爱与坚持 得以长存 也让更多 食客老饕 能在千里之外的香江 觅得一口正宗的西湖味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